大家好 那個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就是從那個被西部直林的東部來的 就是我來自後山 然後我們有一間 非常有名的梅雨補習班 叫做前山梅雨補習班 我想那個想像是可以很快的連結 就是在那裡補了梅雨之後 你就可以到前山去 然後我住的教職員宿舍 常常被經過的遊客說 這裡到底有沒有人住啊 也就是它是一個廢墟 對 這個我們很常聽到 就是在那邊除草 就聽到遊客經過 就這有人住嗎 所以我想其實剛剛 其實從提到的一個議題 其實對於我從花園來 我其實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但是我自己其實跟鄉村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我是在天龍國長大的人 然後在我到花園來之前 我沒有空過寒急 我不會騎腳踏車 沒有看過螢火蟲 對我來說 鄉村我沒有 對它沒有惡感 但是我對它也沒有任何感覺 就是它是一個空白的東西 那所有的一切對於鄉村 對於農業的思考 是因為我到了花園之後 開始發現 原來這是一個跟我切身實際相關的一個關係 但是 那我其實就一直很好奇 就與其說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我的研究範疇 但是我之所以會答應健康老師來 就是因為對我來說 這個變成是一個很切身的題目 那之前我們學校也為你古明毅老師出了一本副演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它其實談的就是在花蓮 用一種魔幻寫實的方式去預言花蓮所產生 整個東部所產生的一個環境變遷的一個議題 那所以其實會答應健康老師來 我覺得比較是我自己對於台灣農業的一個思考 然後希望可以做一個分享 也就是說我對於台灣農業有非常多的問題 也就是為什麼50年來我們的農業就是 永遠就是一個很慘的所謂的看天吃飯 也就是我們對於農業的理解 也似乎只有四個字叫做看天吃飯 那為什麼這個看天吃飯 我們當然可以說現在因為全球化環境變遷 所以變得更嚴重了農業更困難 可是這中間是不是有一些什麼樣的一個結構因素 什麼樣的一個比較是政治性的一個介入 造成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其實如果回應剛剛宋榮提到 我其實在這裡想要去做的是一個 土地跟人性的斷裂它是怎樣在歷史當中造就 那所以我其實會想要先從 兩部比較近代的一個作品 兩部紀錄片 一個是那個莊益貞揚然泉的吳米勒 跟古台麗的川谷婆家村 也就是說從這兩部在當代的一個影片 對於農村所提出來的問題 去回到更早期我們對於農村的一個問題 它其實50年來是沒有變化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在問的問題 其實我們20年前就問過了 我們50年前就問過了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用一個 我在花蓮所體會到的一個新的一個 你要說是農業的維革命 來作為一個結語 那我想先讓大家看兩個片段 吳米勒跟川普家村 那這裡面我所挑選的片段 其實就是一個 不只是我們對於農村的想像 也是受訪者他們對於 就是對於農村的一個感受 經驗只剩一遍 有定離而亲自称 讓大家留意 到för luckily 各位老爺,同時吼,本來就有五、六天的太陽和三天的記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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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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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